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星期四會見中國新任駐美大使秦剛 美國官媒美國之音由預告至兩人見面一共發出三篇報道 並沒有針鋒相對的內容,更多的是描述兩人就是論事的討論 謝爾曼在會見秦剛後星期五和出位的立陶宛官員通過電話 討論內容也有批評中國最近召回駐立陶宛大使的外交事件 照計美國如果是堅定對抗中國,這樣的新聞應該在官媒中放大報導 但就未見到美國之音報導,看回美國國務院出新聞稿的標題 只是簡單地表述了謝爾曼和立陶宛外交部長通電話 反而是外電報導的標題更激烈 例如路透社用了謝爾曼強調美國支持立陶宛對抗脅迫的中國 在通話之中,謝爾曼就表示美國是堅決和北約盟友 以及歐盟夥伴立陶宛團結在一起,也包括和立陶宛站在一起 共同面對中國大陸近期對立陶宛決定和台灣當局發展關係 採取的所謂脅迫行為 新聞稿還透露兩人就白俄羅斯的政治局勢作出討論 重申雙方支持白俄羅斯的民主運動 並呼籲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政府 立即停止策劃非法移民月景的行為 這個難民完完不絕地經過白俄羅斯 美國國內低調處理謝爾曼在立陶宛外長面前批評中國內容 原因只有一個就是這個通電話 只要安撫一下這位跟車禁貼的小弟弟 並非真心幫助立陶宛解決他們國家面對的困局 美國之音反而有一篇獨家的分析放大 就是說拜登將會召開民主峰會 台灣的蔡英文是否獲邀參加備受觸目 其實拜登在星期三已經宣布 將會在12月9日、10日舉行兩日網上形式的民主峰會 當日並沒有太多媒體留意到這個新聞 但在白宮宣布之後 台灣就第一時間跳出來表明 將會積極爭取參加這個峰會 對於台灣是否將會獲邀參加峰會的問題 拜登政府一名高級官員吹風的時候就說 美國還未就這次峰會發出邀請 美方正是開始跟雙方夥伴和公民社會利益相關方 討論峰會的目標 而到了星期六 美國之音就發出了一篇分析報道 指美國總統拜登宣布 將會邀請世界民主領袖參加12月以網絡形式舉行的民主峰會 希望結合更多夥伴捍衛民主抵禦權威主義 報導指被美國政府多次稱讚為民主典範的台灣 已經表態積極爭取參加峰會 台灣的蔡英文是否獲邀出席也受到高度關注 不過報導同時都指出中國大陸的官媒發出警告說 絕對不會允許美方突破中方的底線 否則台海將會有驚途海浪 還引述專家說峰會以虛擬方式舉行 已經為蔡英文實地參加峰會的問題解決了難題 報導說如果蔡英文未能獲邀 華盛頓將會發出一個非常錯誤的訊息 我的觀察是這個新聞是華盛頓找台灣一起唱出來的大戲 經過幾天的發酵事件就演變成好像這個峰會 不邀請台灣參與就不是民主峰會 但是12月的事現在就說出來很長遠 但是就很有脅迫北京的味道 我覺得有兩個方面的 第一美國還是很想逼中國埋台談經貿 並且就以此作為籌碼拿多點好處 第二就仍然想在10月的G20峰會上 安排拜登和習主席見面 至於中國會怎樣回應 我覺得美國想找台灣問題來搞 中國就沒得談 但是如果是經貿方面 兩國就還有空間回復到較正常的軌道上 秦剛大使在和謝爾曼見面之後 就通過視像回見了美中委員會會長艾倫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發布的內容中 秦剛充分肯定美中委員會多年來為促進 中美關係發展所作的貢獻 強調中美經貿合作是互利共贏 又強調中國對外開放的大門會越來越大 希望中美兩國的工商界繼續加強交流合作 為雙邊關係良性發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而艾倫就代表美中委員會和他的會員企業 歡迎秦剛到美國離身 表示一個穩定的美中關係 對兩國商界是至關重要的 委員會願以為止作出努力 繼續推進中美友好合作開展互利合作 雙方還就其他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雙方還就什麼問題交換了意見?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秦剛在完成隔離後 除了見美國官員 第一時間見的美國民間團體就是美國商界代表 中國對美國的訊息很清楚 繼續商貿合作對大家經濟社會發展都是有利 秦剛說明中國開放的大門會越來越大 言下之意美國商界不參與 其他國家就會搶佔先機 所以作為工商界 應該要為雙邊關係注入正能量 這個訊息也很清楚 美國的商界要告訴政客不要再搞下去了 我覺得還有一個深層次的意義 就是中國對美國在政治上已經沒有幻想 美國的政客會繼續用對抗中國來做議題 關鍵是否可以理性地管控分歧 不要惡化到沒有彎轉的地步 要看美國政客的抉擇 另外美國將中國定性為戰略對手的事實 已經沒有辦法改變 彭博社報導 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正是研究建立一個獨立的中國任務中心的提議 以此加強對美國最大戰略競爭對手的深入了解 彭博社報導指知情人士透露 這個提案是CIA局長對中國能力進行更廣泛審查的一部分 將會提升這個機構對中國的關注度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CIA東亞和太平洋任務中心的一部分 報導緩引三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現任和前任中情局的官員說 在情報官僚機構之中 一個單獨的中國中心 將會更容易確保和中國相關活動的人數、資金和高層關注 而現有的中心包括反情報、反統和近東任務中心 一位前CIA的官員對彭博社談及到建議中組建的機構 說很多人長期以來一直都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單獨的中國中心 但至少到現在沒有人願意啟動實施 報導說儘管CIA自在為總統提供獨立的情報評估 但這個機構會進行調整以反映每個政府設定的優先事項 除了美國加強對中國壓制做準備 日本的政客也借機挑擊中國 日本戰敗76周年之前幾天 日本防衛相、岸信夫和經濟再生擔當相西村康念 分別供奉二戰一級戰犯的靖國神社參拜 中國國防部表示強烈的不滿 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 國防部說日本的防衛相參拜靖國神社 再次反映出日方對待侵略歷史的錯誤態度 和挑戰戰後國際秩序的險惡用心 要求日方認真反省侵略歷史 時刻都勞記歷史的教訓 採取措施糾正錯誤 以實際的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批評 日本防務部門在竊華問題上不斷採取消極負面的行動 歐連域外國家抹黑污衊中國國防政策和軍隊建設的發展 大搞針對性的軍事演習 粗暴介入純屬中國內政的台灣問題 在南海開展挑釁行動 對中日防務關係發展造成嚴重的干擾 62歲的岸信夫是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弟弟 但由於他過契了給舅父 所以就改姓案 他是自2016年到田彭美之後 第一位親自到靖國神社參拜的在任防衛相 安倍晉三擔任首相期間曾經在2013年到靖國神社參拜過一次 但就觸怒了中國和南北韓 之後七年都沒有再這樣做 其實看回日本的新冠疫情爆發到幾乎失控 東京都連續兩天單日新增的病例都突破五千宗 重症患者更加增加18人 連續五天創了歷史新高 首相菅義偉就承認東京的醫療體系的情況極為嚴峻 當局致力控制商業設施等人流 同時呼籲民眾避免回鄉和去旅行 其實想深一層 日本的政客為何不將心思放在對抗疫情 保障國民生命安全上 而是放在挑機中國的議題上 今天分享到這裡 今天分享到這裡